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一個星期過後又回到我們今期熱爆的現場 逢星期四的晚上11時準時和大家見面 今晚繼續除了有熱爆主持 菲昇和Benny師傅之外 當然不少得有嘉賓 最近Benny師傅 近期這幾集我們說的東西開始比較悠閒 順應香港的生活好像比較緊張 其實也不悠閒 早前弄了幾個賤男上來 所以之後就有幾集緩衝一下 今天我進來直播室 現在聞到一股很香的氣味 令到我有一種很鬆弛的感覺 Benny師傅你今天帶了哪位猛人上來 今天那股香味不是在我身上發出來的 是在我們身旁的另一位嘉賓 今晚的熱爆主角就是Cat 打招呼雪 Hello 大家好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這些香味就是在她身上發出來的 就是由她身上帶出來的香薰 我們今晚的主題其實就是叫做 芬芳奇妙人生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Cat 做香薰治療師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我見坊間 就不是太多的 尤其是 不過近年就比較多一些 很多都是你教出來的學生 香薰治療師其實在香港也有的 不過如果你說全職以香薰治療作為一個職業的 可能就會少一點 沒錯 Cat就正正說了我很想問的問題 就是全職 為什麼呢 我經常覺得做香薰治療這個行業 是真的很難換 比起做圓學更難換 因為其實在醫學角度 香港又不是很認可 在外國固然是認可 但是在香港怎麼去生活呢 再加上我知道Cat的公司 就是在我們香港最貴的地段 是 就是位於中環 更加令到我很景仰 哇 為什麼可以都這麼多年呢 因為我認識Cat也很多年 我知道她的公司也很久 所以我很好奇 其實是一個這麼漂亮的女子 竟然可以捱得到香港這麼貴的租金 那又是重要是用一個香薰治療的職業 全職業 其實很難得 其實我有很多個問題很想問的 就是譬如好像 為什麼你會試了你 譬如香薰是為你的職業 真的很想知道 在一個機緣巧合的情況下 其實在選取的職業上 其實沒有特地說我想做香薰治療 或者我想做生意 在一段日子之前 在一個機緣的底下 就做了一件產品出來 當時其實我的工作和做香薰治療 或者做生意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就是在一份很正規的公司打一份工作 那為什麼做了一個產品呢 這裡就是一個疑問 很好奇 呢 是很好奇 就是做了一個畫框 裡面有一些立體的乾花在裡面 嗯 那麼就當年 也十幾年前 就做了一件這樣的東西出來 嗯 覺得也挺有趣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買的 那時候是一個 是不是那些藝術花的策畫師 其實不是的 其實都是好奇 就是貪得意做的 哦哦哦 用一個畫框 就組了一個立體的畫框 即背後是立體的 然後裡面就放了一些乾花在裡面 我覺得也很美 那麼我覺得很美沒用的 其他人覺得漂亮 我才覺得是一個認同的 嗯 那麼就拿出來買吧 嗯 試一下看看有沒有人跟我們買 那麼 我們膽粗粗就拿去西武 嗯 那麼西武其實我什麼都不懂的 那麼就去找吧 找了西武的購買 那麼購買看到我們的產品都 啊 挺好啊 挺漂亮啊 而且全部都是手製 就是真的這樣 逐隻逐隻做 那麼他真的跟我們買 嗯 那麼買了之後 然後有很多機緣 然後底下認識了不同的人 又去了黃金海岸的黃金蒙馬特那裡擺檔 那麼很久之前 黃金蒙馬特是不用錢的 是的 是的 那麼他就邀請了我們 都在那裡擺一個檔 就賣那個產品 那麼這個情況下呢 我有一個緣分就認識了現在家師的購買 嗯 他在那裡逛街的 那麼他就看到我們的產品 然後現在家師就賣了我們的產品 在現在家師賣了 啊 真是想不到啊 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 但是現在還有沒有這些產品 現在沒有賣的 因為我現在沒有做這些產品了 因為我每次都不可以的 又要上班 然後不如遲一份工作吧 全職做吧 你也很薄的 是的 當時很年輕 很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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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自己一個承諾 我同時在說 我相信如果兩年之後 我出來找工作應該很容易找到工作 那就是我畢業之後 只是那份工作做了一年 然後我就開始做了我這個生意 但是其實在這個生意之前 其實你是一個什麼行業的人士 我做這個 我本身是讀船目管理的 那我是做這個保險的一些訓練的 就是我剛剛畢業而已 那出來就是做訓練 就是我們公司是很大的公司 幫一些飛機啊 船啊 買保險的 那我們這些是做文職上面的事 就是未去到做管理層 因為訓練來的嘛 訓練都要一段時間才上到管理層 那未去到管理層我就走了 可能就是在一個這麼黑板的生活裡面 就發現了一個這樣的興趣 然後繼而做了很多手作仔 然後很漂亮 是不是幾個朋友在一起的 還有一些朋友在一起的 然後找到第一筆錢 錢也不是很多 但是僅僅夠開第一間店 那也很不少的 真的不多的 真的不多錢的 第一間店在銅鑼灣落黑道 更加不少 樓上鋪 哦 OK 樓上鋪 那錢就僅僅夠開這間店 其他什麼呢 就是家檔 桌子 燈子 全部找朋友 家人贊助 因為當時真的用最少資金去開了第一間店 因為本身也沒有錢的 又沒有錢 然後還有少少錢 都是幾萬元 就可以開一間樓上鋪 但是這間店 都是在賣那隻手工藝的東西 還有精品 其實在開店之前 中間如果說 怎樣 蟹後香薰 最初那個畫框 裡面有乾花 其實也有花元素 但是跟香花是沒有關係的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不斷在想 產品如何改善 如果畫框會發出香味就很難 我這樣想 哦 然後我就去找什麼呢 就去外面的化妝品店買香水 噴下去 不懂嘛 便宜嘛 100元3枝 貴了100元3枝 我不懂東西 哈哈 我去買香水 然後噴下去畫框 嘗試有不同的東西 當最初噴了之後 西武巴雅就叫我們 你千萬不要再噴了 是 很難聞 很濃 意思是很濃 當然那些是便宜的 不是原來幾百元的香水 然後在這個期間 慢慢我又找一下有沒有其他 才發現有一樣東西叫做香薰油 嗯 因為最初我就是認識到香水 以為香水和香薰油 我根本完全不知道什麼香味的東西 然後慢慢研究才知道 原來香薰油是植物提煉是天然的 原來的味道是這樣的 一些有酒精的香味 例如香水和化學味道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有很大差異 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第一次偶遇了這個香薰油 那他們人生當中的第一支香薰油 在什麼情況之下買到的 在哪裡買的 因為香港其實很少這些店舖 是的 特別是十幾年前我沒有什麼的 我也是在訂貨的時候訂回來的 哦 最初沒有在街上 沒有什麼所謂的 我還是要找些香味的東西 所以就試一下 然後試了也挺好的 然後我就開始 兩樣都有了 有些是香精有些是香薰油 然後慢慢在我的店舖 因為開店舖不會只做我一件產品 那我又去找些不同的產品來賣 那當初就不是叫做公司的名字 現在叫做DK Aromatherapy 以前叫做DK Gallery 以前不是只做香薰的 那變成在裡面 我亦都會幫人拆花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花 這些這樣的東西 然後慢慢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為什麼現在變成香薰治療呢 裡面都有香薰的東西 但只是一個部份 但是我想問一下自己 你是不是想繼續做這些手作仔 你做得多少 你這樣每天不分 你很好生意又死 不好生意又死 這樣不行的 但當時做這些手作仔 其實平均每一天都要用很多的時間 甚至乎真是你所說的 不睡覺去做 如果一接了現在的傢伙張單 又很開心又不開心 就是越通宵大彈 你一個人做 我當時有拍檔 我會找朋友、親戚、家人幫忙 那全部都是做畫框的東西 對 一個立體的畫框 裡面有一段玫瑰花 或者有一些菊花 但是它是立體的 還有那些花 我們就在荷蘭訂回來的 那時候特意去訂乾花回來 去做這些產品 那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決定不做 嗯 我想選擇一件事 要長遠一點的 如果你有一個Gallery的話 你很聽的叫Gallery 其實什麼都有雜貨攤 對 那你有什麼前途都很有限 不是說不行 但是我會覺得 在我的想法裡面 就是專注去做一件事 成功的機會量是高很多的 嗯 所以在雲雲這麼多 我可以開花店 我可以專注 但是我又覺得 開花店好像太辛苦了 嗯 我覺得對我來說 在那段時間幫人做花 我覺得是孤雷 因為我又嚴謹 我又要自己選花 自己插完又要送花 每一個過程 其實都是一個很粗重的工作 你也不有限 對 而且也是有限的 嗯 你插了多少呢 是 你不可以接單 我要一萬集花 你不可能做到 但是產品就不同 所以我就是覺得Cat你很本事 究竟Cat之後 怎樣轉型了 成為一個 你今時今日的香薰治療顧問呢 我相信很多聽眾都會想知道的 下一集回來告訴你 回來第二節的今期熱爆 我們的熱爆專線8101-1515 是正式開放的 那天聽眾們 臨近聖誕 我們都知道很多人都喜歡 可能選一些香薰 去送給自己的朋友 或者自己的外人 那究竟要選什麼香薰呢 不妨可以打上來問問我們今集的嘉賓 沒錯 今晚我們這位香薰治療的顧問Cat 也都送出了兩個名額 就是DIY製造唇膏斑的名額 有兩位的 如果大家是打上來接通了的 我們當然會送給你們 如果多過兩位的我們會選 讓Cat選擇 如果你說今晚不能打上來 不要緊 如果我們用後還有名額的話 我們可能會在PM上面 我們選一個留言 留得最精彩的一個 或者問一些問題有建設性的 我們都會考慮送的 所以我們都會選擇給你們的 而且我也真的很敬佩Cat 為什麼呢 我經常覺得很多人說我已經很支援了 就是在十一年前 即是膽鬆鬆 即是十幾歲 一畢業出來 就馬上去創業 還要做玄學 還要帶車仔檔這樣做 但是我沒有想過Cat這個女士 其實也是很大的轉變 因為一個很穩定的工作 很穩定的收入 突然發展自己的興趣 就是貼一下手作仔 然後又賺到你的第一桶金 又入了很多大的商戶 後來慢慢就轉變了做香薰 都是很陰差陽錯之下 我聽你說 都是說 本來你們不是主要賣香薰的 但是突然間一間連鎖的 這樣講的連鎖的超市 竟然會入了你們的香薰貨去賣 而令到你 就更加要下定決心去做香薰的治療顧問 其實這段轉接真的很神奇 都是的 大家都覺得很多朋友都說 這間的日式超市 是很難入去的 但剛好就是他找我們 他只是賣貴的東西 對,那就適合我們 當然啦,我好像比較貴 但比較漂亮 但我又覺得奇怪 為什麼他們在什麼途徑之下 去欣賞到你們一些副產品呢? 他來我們的店 那個巴雅來了我們的店 是你們的客人 是問我們的客人 我就不記得他有沒有買東西 但我只知道他是巴雅來 問我們有沒有興趣放在他那裡 其實CitySoup 不要緊 他們跟我們是差不多同年期開的 他們找我們那時候是新的 他應該開了半年的時間 他也是找新貨 大家都是希望找多些新的東西去合作 而且我們不是到處買 你知道這間公司也希望找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所以當時他覺得 這些都很適合他們的品味 或者是他們要的東西 都比較特色一些 也當時很少地方有香薰買 所以他們就買 就是carry了我們的品牌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令我們經歷了第一個人生很大的 波浪 波浪 因為那時候開始 就踏入九七 哦 九七就是進入第一個 我第一個經歷的 就是你做了蟹仔 我又沒有做蟹仔 但是我的客人做了蟹仔 那本身的客人是很疏爽的 上來買東西 很有條件的 但是慢慢因為金融風暴的關係 就不見了 所以我第一間店 未滿三年 其實我們簽了三年 兩年多我們就閉了 然後我們就搬去尖沙咀 搬去尖沙咀 人生第一大的衝擊 就是虧了很多錢 尖沙咀也是上樓店 不是 是update more以前的 哦 其實出了名的 update more 叫update more 他剛剛開的時候 是真的很旺的 我們要找幾個人站在門口 那些人站在門口排隊進來 嗯 就是那個旺路 在門口的程度是很誇張的 很多人一樣 因為旁邊就是重慶了 是 那他頭那半年真的做得很好 但是也是賣香薰 對也是賣香薰 還有我們有其他精品 就是專門的香薰 都還沒有的 還沒有的 都是有香薰 又有精品 都還叫做gallery 在那個時間就虧了錢了 好可憐 然後就 多久的事 兩年 兩年 做兩年的藥 兩年就很艱難 因為是97 是 而且那間店舖也很貴 就是那個時間 就變了很艱辛 才脫離了這個 很細間 很細間 但是很貴 就是跟你之前在銅鑼灣 是不成比例的 不成比例的 很貴 很細間 但是因為我們有大公司做的 那間店舖就不行了 就要離開 所以很多時候 在生意歷程裡面 都有起起跌跌的 然後就 只是搬去寫字樓 我就專心做 其實除了 剛才說的 詩字頭那間之外 變相就是做批發 對 我們除了它之外 還有其他百貨公司 我們都會賣的 專門賣給百貨公司 還有批發給美容院 那些 那時候 就會變成專注 開始做香薰 因為我沒有店舖 不是店舖的話 我就不會賣雜蘭的東西 那些東西 誰跟你買呢 也不會雜貨 對 變成在那個時候 開始 就是完全專注做香薰 嗯 過了 又過了兩年 過了這個冷河之後 又很空閒 在那個時候 又儲了一些錢 因為不用虧了 然後就去找一下 有沒有地方可以搞一下 就是有空閒 然後就去了蘇豪那裡看店 很感謝我有一個朋友 就告訴我 你這些產品就應該去蘇豪 哦 當時其實我很少去蘇豪 我是住九龍以前 嗯 那個地方好像不是屬於我 那桂坊也不是我的地方 所以都是故意去看的 然後覺得這裡也不錯 那預著那個時間 經濟是低潮來的 嗯 所以那些店舖很便宜 是的 那那個2002年的時間 是 我覺得很便宜 因為我九七年租的那間店很貴 那那個丁潤只有100呎的店舖 已經很貴了 哇 我現在租了一間店舖 兩層這麼大 那當然比100呎的那間店 但我覺得很合理 那間店 這個尺寸和比例 你覺得是很合理 而且是地舖來的 是的 那變了我就 不要一個辦公室了 那就直接搬進去 樓上辦公室 因為兩層的嘛 地下辦公室 那時候就打正 做香氛治療的旗好 那我也知道 必須要是 給予一個專業的形象 給予一個專業的形象 給予其他的客人 還有令到他們可以學到東西 或者做到治療 所以我們就 有給予這個治療 還有一些不同的課程 給予一些人去學 因為我們覺得 你一定要學懂了 怎樣去用 才是最真實的 如果你賣了它 很香 但回去忘記了怎樣用 或者你也不用的話 那沒有真正享受到 香氛治療 帶給予它的恐處 也不可以很專業地 可以講解到給予你的客人 那個治療性在哪裏 也是一個信任問題 但其實一直下來 其實到現在為止 都是跟伴侶一起去做這個 我們早幾年就分開了那個協助 現在就是我自己做的 但是也很感謝我之前做的協助 幫了我很多在這個事業上的 一直建立 然後他又找到他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拆火了 他就繼續他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這幾年裡面 我看到你們的轉變 還有我各個認為 一個外來的人去看 好像其實這幾年那個 溫得更好一點 謝謝你 好像真的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 在這個合作的經營上面 都會有一些滯爪 亦都有一些協助 會 兩個人做事當然是比一個人好 但是兩個人的想法 有些時候如果有不同的想法 就會有些少少 分歧 分歧 會拖慢了某一些的決定 現在我為自己決定 我可以立即看到那樣東西 我立即決定 所以聽了Kat這麼久 那些營窗之道 去過很奇妙的轉變之後 正式做了一個香薰治療顧問 那究竟其實 大家很想知道 那究竟現在市下都市人 用什麼香薰是比較適合呢 我們下一節回來 Kat會告訴我們 有什麼好聽的 回到第三節的今期熱爆 正如我們剛剛所說 Kat就說送出兩個名額 就是這個唇膏的DIY版 只要大家打通我們的熱爆專線8101-11515 而有成功接聽的話 有機會可以得到一個唇膏DIY的版 有兩位的 也要說一說 今天也會很感謝Kat 帶了一個很香的香薰給我們 整個接播室都很香 就是分之草味 也是我最喜歡的味 其實我也想問一下Kat 其實現在香港香薰治療 其實都越來越普及的 也發現香港也有很多人會接受香薰治療 甚至乎可能是香薰治療的催眠都有 其實我們也很想問一問 其實香薰治療其實是什麼來的 有什麼作用 如果首先說香薰治療 你就聽到香薰和治療 顧名思義 香薰就是有香味的東西 治療就是具有治療作用 即是說那些香味具有治療作用 即是可以叫香薰治療 而香薰治療是來自植物提煉的精華 那些叫做精華油 或者叫香薰油 必須要100%由植物提煉出來 才具有治療作用 坊間其實有很多都叫香薰 現在什麼產品都說自己是香薰 對 對 香薰洗潔精 香薰衛生巾也可以 到底裡面那些所謂的香薰 有很多人就會混淆了 到底是有香味 還是有治療作用 如果一般我們叫香味的東西 我們叫香精 即是香薰 如果英文這樣說 那它是來自什麼呢 就是來自一些化學合成的味道 那這個化學合成的味道 那這個化學合成的味道是來自什麼呢 就是來自一些複製的 就是這些化學合成的 那如果用天然的植物精華去驗 它也是化學成的 不過是自然的化學合成的 天然的 那就是一些天然的化學成的 它可能一種香薰油 有幾十至幾百種天然的化學成分 那如果你用它驗的話 其中一個 例如檸檬味裡面 有一個檸檬酸的味道 就是帶有檸檬味的 那它只需要抽取那一個 就是化學成分出來複製 那就有檸檬味 但是如果我們講的治療作用 是因為香薰油裡面 不同的化學成分 而那些化學成分 可能有不同的治療作用 譬如可以殺菌 可以有鎮症我們的神經系統 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譬如如果香薰植物 就是天然的植物裡面 含有醇的 即是酒精 醇的話 那你說有什麼用呢 一般來說 酒精就是殺菌 如果是天然的酒精也是殺菌 那如果那個植物裡面 是有醇的話 那個香薰油也會有醇 那它就會有殺菌的作用 如果它只是做一些化學的香味 它只是抽取其中一個 只是味道出來 那些唇 或者其他那些 所有的化學成分 它都是沒有複製出來 因為它不會把所有東西 複製出來 這樣的話 它就不會具有治療作用 治療作用 不只是來自香味 是來自植物裡面 本身的精華 或者它的化學成分 最主要是化學成分 那其實香薰治療 其實可以說是 在我們中醫角度裡面 其實只有一個藥理 其實都是一個植物裡面的 一些精華裡面的藥性 從而就 用它們的藥性去做一些 治療作用 所以其實一般 在坊間 可能那些男人街 那些什麼街物街 那些 賣到的香薰油 因為其實大家要小心 因為其實裡面 可能10ml裡面的油 可能很便宜 幾十元一瓶 有些100元10瓶 或者很便宜 做到 但其實裡面那10ml的油 其實可能只有1% 或者2% 是那個精華 但其他全部是什麼呢 不知道 那這個應該是很大的分別 如果它有1-2% 都比較多 通常都沒有 因為它是全部合成出來的 它就全部都是化學混合出來的 咦 這樣很危險 蘸出來 就是直接入皮膚的 那所以你聞的時候 就用香味 有些人如果很敏感的話 他聞到花的香味 他會覺得我不舒服 那它夠敏感的話 他聞到天然的味道 他是明顯看到分別的 那香薰油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 進入我們的身體 那一般最多人就會用香薰爐 可以透過臭角 透過臭角的鼻 然後進入我們的肺部 或者是上腦下垂體 如果上腦的話 就可以對我們的神經系統 有一個治療作用 如果進入肺部 就會回到血液裡面 會回到血管 去到身體不同的器官 而作出治療 除一聞之外 其實可以塗在皮膚上面 一樣透過皮膚吸入之後 很短時間幾秒鐘 就會進入我們的針皮 然後再進入血管裡面 一樣透過血液 是在身體裡面運行的 所以它是進入了身體裡面 但是我們看到了 香薰其實可以有一個治療的作用 只要是純天然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在我們選擇的香薰太多了 我們其實不是那麼多人懂得藥理 其實一般現在香港都市人 正常就是睡得不好 或者可能是甚至乎 精神比較緊張 有壓力 那這些其實有沒有說 一些什麼的香薰油 是很適合他們呢? 還有其實一般 多數我們香港 比較受歡迎 就是多人用的 其實是哪一類 當然最多人認識的香薰油 就是薰衣草 薰衣草就舒緩情緒 就幫助我們睡得好一點 但是其實除了薰衣草 我們有很多香薰油 可以用的 那就看看它到底想跟治 或者想改善的是哪一個重點 如果譬如是因為壓力引致的失眠的話 其實橙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橙花可以幫助真正我們的情緒 以及幫助我們睡得好一點 令到你個人的心情會開心一點 那麼橙花是特別針對壓力引致的失眠 是很好的 如果用在皮膚上面 也是非常之好 可以令到我們皮膚有滋潤的作用 當然香薰油是很濃烈的 不可以直接塗在皮膚上面 必須要氣息 透過按摩底油 就可以用來做按摩 或者用來塗臉、塗臉、塗臉 你可以混進去沒有香味的奶油 所以說底油其實是有什麼油呢? 底油譬如杏仁油、橄欖油等等 很多人就會覺得很混淆 什麼叫底油、什麼叫香薰油呢? 你會聞到一些很高非法性的香味的分子 你一打開就會聞到很香 底油就沒有什麼味道 底油是透過一些冷壓的方法 一些果仁類的植物去壓榨出來 即是壓榨橄欖核、杏仁核、可可巴的核 就壓榨了一些油出來 然後經過過濾之後就變成底油 有些人就會說 我在超級市場買一些煮食油 即是煮食油也可以 我用的那些油便宜很多 其實原來是兩件事 大家都是同一樣的油 但如果煮食油是經過很多精煉的過程 它會去掉色、去掉膠 裡面的維他命都已經消失了 即是揮發了 它會經過高溫 那就沒有了營養 植物應該可以給予治療作用的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 一些煮食油 常常聲稱的維他命是後加的 因為它經過高溫 那些維他命是死掉的 即是一句話說 沒有肌和有肌的分別 但是我也知道 香港人其實都很多 都市病 很多壓力 以上的Cat也說了 分枝草和橙花 大家都很想知道 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對應到在香薰治療上 譬如我們自己又可以怎樣做 我們最後一節回來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回到最後一節的今期熱爆 正如上一節Cat就介紹了 可以用芬衣草和橙花的香薰之外 其實還有沒有其他的種類 其實我也知道Cat除了是香薰治療的顧問 也是一個催眠治療的導師 其實香薰和催眠可以想得上關係嗎 那從催眠的過程都可以做到什麼效果呢 香薰和催眠的關係都是做治療 就是香薰治療或者催眠治療 但是是兩件事 是兩件事 即是你做催眠不需要有香薰 但是你也可以用香薰一起做 那麼催眠治療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種幫助人去改善心理的問題 譬如很多人覺得情緒很大波動 有抑鬱恐懼或者是被受傷害等等不同的情緒 都可以透過催眠治療幫助他 我做過一個最經典的客人就是失眠 他已經六十多歲了 來找我的時候 他知道我有做催眠治療 他是菲律賓人 他就特意在菲律賓來香港找我 他給我三天時間 我說我盡量吧 我也不敢掛 保證一定會做到 他來到的時候 就已經訪沉很多醫生 心理醫生 或者是去做身體檢查 都發現不到問題 他的問題是什麼呢 他每一節睡覺不超過三個小時 而且他喜歡半夜的時候 是腳痛的 嗯 即是用喜歡這一次 其實當然他不喜歡 但他覺得很奇怪 他做一些身體檢查 就發現他的腳沒事 但他長期都是這樣 即是時好時不好 已經經歷了五十多年 五十多六十年 他來到我那時候 已經過了很長時間 他覺得這也不是辦法 都要找其他的方法 他剛好就認知我做催眠治療 聽說也不錯 他就特意來試一下 他去到菲律賓 所以他就特意來找了我 我就幫他找一下到底問題是什麼 在催眠治療的過程 最主要其實是 所有催眠都是自我催眠 我催眠不了你 只有當事人催眠自己 催眠只是一個狀態 就是集中而放鬆 就好像你剛睡醒 或者剛臨睡之前 那一刻有沒有試過剛臨睡醒 想今天上班好 上學好 還是請假好 這個狀態是經常所有的 現在網上被迫害症的人都會有 很多人發辦夢 其實那個時候都像催眠狀態 不過他沒有目的 所以他不是真的在做催眠 如果他有目的 譬如他知道自己想要做些什麼 然後在那個狀態裡 然後他進入他的想法 你的想法成功率是很高的 當然還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我叫法術給大家 我會叫做一些法術 是不是很神奇 催眠法術呢 催眠好像法術一樣 有些人覺得很神奇 但當你明白A點的時候 我只說法術這兩個字 你會明白 法是說方法 術是說技術 法術看起來是遙不可及 不是人人都有 但當你掌握到方法 你去練習你的技術 你就會有這個法術 你當時對這位菲律賓籍的女士 做了些什麼呢 就是幫她找回她問題的根源 透過一個很放鬆的狀態 回憶回到她第一次 透過催眠 回到她到底發生什麼事 令到她有這個問題 她問題的根源是什麼 她突然看到面前一刻 覺得很黑 她就覺得自己在床上 她就看到自己是一個嬰兒 她看到很黑 她看到自己開始在哭 因為一個小朋友 睡醒看到沒有人 看到很黑 她就害怕 她就哭了 她小時候 她爸爸媽媽經常都沒有空 不在家 很多時候 都是她媽媽和婆婆抽她 她覺得不斷哭 不斷哭 一會兒大人進來 開了燈進來房間 她看到那個是她爸爸 當然爸爸看到那個女兒哭 當然是進去看看她什麼事 然後抱起她 她是嬰兒 看看你什麼事 那時候 其實她的腳也很不舒服 有腳痛 這一刻她覺得很溫暖 然後我就問她 其實跟你現在有什麼關係 她就馬上就知道 原來她當時 將這種愛的感覺 因為她是很渴求她爸爸的愛 很渴求她爸爸的愛 很渴求她爸爸的那種擁抱 那種感覺 就全部的東西就鎖在一起 當時的腳痛 當時的恐懼 和當時爸爸的愛 已經將她們連鎖 黏在一起 當她黏在一起 當她黏在一起 每次渴望父親的愛 她就會扶送腳痛 和扶送半夜起床 但是她是不在意的 在她的日常生活裡面 如果在意的就已經解決了 就是因為這樣 她明白了這一點 我就叫她跟爸爸 說她想說的話 擁抱各方面 跟她做完 因為爸爸已經不在了 因為她找我都六十幾歲 那她可以做到什麼 她可以在那個狀態裡面 因為她看到她爸爸 在催眠狀態裡面 就是在催眠狀態裡面 擁抱她爸爸 擁抱她爸爸 她已經學習了 那個結就已經解開了 然後我就叫她回來 完成了之後 當然我中間也會教她 很多不同的法術 如何處理她人生 遇到不同的事情 完成了 其實我第一次看到她 三個多小時 因為她給我三天時間 一般來說 我處理一個單一的個案 大概用五至八個小時 就可以幫她改善了情況 做完那一天 我就約了她翌日 早上來見我 她遲到 她遲到了三十分鐘 因為睡覺 我打開門的時候 她說 Kat!Kat!不好意思! Sorry! 不過我知道你不會生我的 因為我睡過了 我說 睡過了這麼厲害 你每次都不睡超過三個小時 她說 我睡過了 她來香港 其實女兒就陪她一起來 她在酒店過夜 對嗎? 女兒就 告訴我 她說她媽媽半夜在那裡笑 她以為她媽媽半夜起床 不知道在看什麼 因為她長期都是會醒的 半夜在那裡起床 但她也起床 看看媽媽發生什麼事 在那裡笑什麼 她看到她媽媽發開口 沒有笑 真的很神奇 所以我覺得 我想Kat是很有成功感 因為她從一個可能不普通的生意 搜索仔的興趣 繼而就轉型了做一個香薰的治療 之後就做了這個催眠的治療 到這一刻 自己一個人 一個女性 擁有一個自己的店 可以在一個香薰的旺角 也很有滿足感 看到這些客人給你的訊息 哇 軟子飛到崩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滿足感 也很感謝Kat今天上來 我們今期二爆做我們的嘉賓 分享她很多的 由興趣 變成一個生意 變成她終身的事業 也可以幫到很多不同的人 也很希望Kat繼續推廣 多些天然有機的產品 這個很重要的 不是天然的 可能對自己的身體有很多害處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不妨留意 因為Kat在我們的UNLINE 有一個節目 叫做《從香薰出發》 是逢星期一 4點到5點的下午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疑問 可以繼續留意Kat的節目 以及可以PM一下Kat 她一定很樂意為你們解答 記住 如果想得到Kat送出的 這個DIY的唇膏班 可以在PAM上 或者討論區上 解答一下問題 發問一下 我們都會隨機抽選兩位 我們今天很感謝Kat上來 我們希望下次 可以再請Kat上來 跟我們分享多些生意指導 或者香薰如何正確用法 我們下星期同樣的時間 依然有我們今期二爆 拜拜 拜拜 乖 乖 乖 老闆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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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